嗨 大家早 我是老辣妹 今天我们来到了 我最喜欢日本的第二名京都 大家如果来玩的话 应该都会分区分块来玩 清水寺周边 蓝山 羽 Sen 花界小路 和园亭这附近 今天我们的京都第一张 我们也是会帮大家分区整理一下 到底各区块应该要玩哪一些 应该要吃哪一些 哪一些风景 你就是不能错过 让大家在安排自由行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地方便 那现在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一天的行程 那我們就馬上往第一站出發囉 第一站我們就要帶大家去玩清水四周邊 來產林版我覺得有幾家電視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像是這一個藝劑的稀油麵汁很紅吧 我覺得看到這個包裝應該大家多少會有印象吧 因為我本身臉比較乾 我不會出油 不會買它的稀油麵汁 我會買這個 嘟嘟 那是什麼 它很經典的小香水 它的味道是比較像是香皂 小小一瓶超級小很精緻 這一瓶1400日幣 19度還蠻夠的 然後淡淡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京都風情的 因為日本人的香水不喜歡噴的太濃烈 再來我會買就是這一個洗臉紙 一片一片洗臉用的 敏感肌也可以使用 我也覺得蠻方便的 我也很推薦它的小手帕 非常的優雅 它就是有一個藝劑LOGO 所以大家都是認這個LOGO 這樣推薦給大家要逛喔 蠻好逛的 清水市周邊還有壁逛的店 就是七味家本舖 聽到七味就大概猜到它是賣七味粉的 你知道大家都會吃天婦羅 你剛剛都說什麼 天婦珍 天婦羅 或者是吃烏龍麵 烏龍麵也會傻一點 這家店它就是賣非常多口味的七味粉 包括辣的跟不辣的 我今天總共買了三項東西 我最喜歡的柚子胡椒鹽 就是這個 702元 特地來買它的 然後我每次吃東西最喜歡加的就是這個 店內最辣的 它說是一瓶卡雷 唐辛子七味粉 1080元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可以買一個這個 吃烏龍麵跟吃天婦羅的時候都可以加一點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很可愛的小東西 就是這個 你把七味粉倒在裡面 要用的時候把這個打開來倒 吃吃吃料理的時候就常常看到這個 這邊也有買 我覺得非常可愛 至於你要買哪一種七味粉呢 它店裡都可以給你試吃 它會用一個冷湯 然後撒一個七味粉給你試喝看看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喝完以後就有點想要吃蕎麥麵 或者是冷烏龍麵 我覺得也蠻適合當伴手禮送人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逛囉 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還蠻推薦的就是這一家店 在台灣其實也算消耗名氣吧 上面都是寫很多數字的 這一家店呢 又是果子店鋪伊藤軒 還有文創品牌SOSO 一起聯名的合作店鋪SOSO 就是日本的市市 它很可愛的就是這個 河果子還有這個 隔粉絕餅 這個是在冷凍鋪拿出來 其實夏天在京都吃我覺得非常的爽 它就是隔粉做的 軟Q軟Q的 好好吃超不好吃的 所以它會像冰棒一樣 沒有那麼硬 因為它是隔粉 它有點像是 扎實一點的果凍 我是買抹茶口味 好好吃 上面有紅豆 蠻甜的 然後這個 它有四種東西組合成 中間的這個就是有點像QQ的 第一個跟第三個就是麻雞 第四個是蛋糕的質感 這看起來像凍豆腐 啊這是綠豆糕 一直是要繞一個笑臉給你 有沒有 不太入口了 它是有點像很綿密的抹茶泥 它吃起來真的很像吃豆沙 綠豆糕 再濕潤一點的綠豆糕 因為綠豆糕吃起來比較乾乾的 可是它吃起來比較濕潤 比較像泥狀的 然後是抹茶口味 這是蛋糕 我覺得這個甜度有點過高耶 所以我比較推薦這個 這個比較好吃 大家可以買這個 可是這個真的是很好拍就是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進來清水室裡面了 然後我們的目的地呢 就是要去清水舞台 從清水舞台看向本店的方向是最美的 順便買個御手 我們走完了清水室 然後走過了產寧板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景點 就是要去法官寺 一個轉角 你就可以看到八班桃 就是超級美 往八班塔的方向 順路會有一間叫做日冬堂的小店 是我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逛的 因為它非常文青的東西很多 例如說你看這種花磚的一些膠帶捲 或者是它的帆布包 我都覺得很可愛 大家都知道二年版上的星巴克 是塔塔米的座椅 很多人會去朝聖 二年版上的星巴克 可是其實日冬堂 它有推出非常好喝的咖啡 而且罐子超級可愛 我們待會兒去買一下 真的很好喝啦 我剛才說的花磚的膠帶捲 就是蠻可愛的 它是可以貼在牆壁 或者是浴室旁邊的一些磁磚 超級可愛的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帆布包 像這個帆布包 我都覺得超文青的 然後還有男生版 它是不是長得有點衰 我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它的白是那種正白 帆布包比較少找得到這種正白的顏色 沒有狗的 萌萌的 它的價格不便宜 大一點的話是3,850 小一點的話那是2,750 這個價錢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個人應該會買一個 日冬堂呢 它除了賣一些工藝啊 生活雜貨類 主要還有賣咖啡 店內就有賣很多咖啡的周邊 咖啡都有綠化式的咖啡 咖啡養根 待會兒我們要買一瓶咖啡 我覺得它真的不蘇星巴克 那個罐子很值得紀念 來這個就是我要推薦給大家 日冬堂的咖啡 它的冰咖啡 就是用這個牛奶罐裝的 如果我在看我限動的人 就會發現 因為其實我很愛在秋葉原的月台上喝牛奶 我一看到京都有這個瓶子的時候 我立刻愛上 它的咖啡非常的好喝 真的完全不蘇星巴克 咖啡牛奶無糖的 可是喝起來非常的濃醇 真的很好喝欸 這一杯多少錢 650元 我推 然後它有蓋子 瓶子都可以帶回家做紀念 我覺得還不錯欸 很可愛吧 在清水市周邊呢 有兩座神社 我蠻推薦大家來盛道義游的 第一個呢就是金剛四最大的特點 就是七彩的許願喉去替代繪馬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願望都寫在許願喉上面 綁在神社裡面呢 願望就會實現 但是你要實現願望 就要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你一次只能買一個 然後只能寫一個願望 我個人覺得那一件的神社蠻特別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現在在的這一個神社 安晶晶筆羅公 基本上它有一個地方 它是負能量非常強大的 它的特色就是呢 它是幫你斬二元的神社 你可以把你身上不好的二元 寫在行貸上面 它就是把它心裡想的 覺得是二元的東西 寫在上面就對了 拿著那個寫上你二元的行貸 鑽過洞之後呢 再鑽回來 把它貼在巨石上面 就可以幫你斬斷你的二元 那如果我不喜歡一個人 我把它寫在那個紙上 貼在上面 你鑽過去之後 那個人就會被 這樣 差不多這個意思 閃樂園好嗎 所以有人會說 這塊巨石上面 負能量有點強大 它是我覺得 在清水周邊 比較有特色的一個神社 蠻推薦大家一起來 參訪一下的 好我們現在從清水寺 一路往下走 燈都陸續亮起來 我覺得還蠻美的 這一個旭橋 也是超多人會在這邊拍照 現在要帶大家去吃一個 我覺得蠻享受的高級料理 一個人呢 是要收費一萬四千多玉碧的 除了是和牛料理之外呢 師傅也會在班前表演給你看 預約的時候 你是可以預約 藝技表演的 我覺得來京都就是要體驗 班前的料理 店到了 你看門面 是不是蠻京都的 這邊的店家 每一間都是這種 咖啡色的 因為它是古都嘛 所以在京都的所有招牌 燈的照明 都是有明亮度的規定的 招牌不可以用彩度太高的 包括建築的高度 也不可以太高 這都是京都 為什麼會這麼美 原因 有沒有看到這一間的氣氛 看起來雖然很安靜 好像很人數 可是我跟你們都不會 班前的這些師傅們 全部都很熱情 這邊電影是可以拍攝的 接下來我們是 把前菜都用完了 看起來很精緻 它的菜是這樣一道一道的 每一道菜就像藝術品一樣 待會就會上喝牛的部分 欸我覺得喝牛應該會蠻精彩的 第一個 我的和牛來了 好嫩的感覺喔 超級嫩 很軟 重點是啊 這個薑啊 味噌薑 有夠好吃 真的超級大的 在日本吃燒烤的時候 我們很少有搭配醬 可是它這一次是 給我們了一點醬 我覺得蠻拉鍊 意外好吃 超巧思的 這一餐吃起來 就像是一場美食饗宴 總共一個人是 14300日圓 總共十道菜 除了第一道是生菜沙拉 最後一道是甜點以外 中間的那八道 真的是 每一道菜都是一個表演 它中間的八道 都是和牛料理 它會先從 最瘦的和牛 讓你品嘗 大部分是用燒烤的 就算它都是用燒烤 味道吃起來 真的都不一樣 其中一道是牛舌 它就是很簡單 牛舌加上綠色的蔬菜 可是這樣吃起來超級搭 牛舌汁Q 很驚豔 調味得剛剛好 因為我們平常吃 牛舌或者是一般的燒烤 我們頂多就是搭配 鹽蔥醬 是鹹的 第一次看到搭配 生菜 淋油醋 意外的搭 真的超級搭 然後它還有一道湯 牛尾湯 還有另外一個是 淋熱湯汁的 那兩個道我也都覺得 非常的驚豔 因為我們都覺得 麗酒牛舌 或者是牛舌定食的牛尾湯 已經很好喝了 可是我覺得這次喝的牛尾湯 完全跟我們喝過的任何牛尾湯 真的都不一樣 非常的好喝 一般的牛舌定食 喝到的湯都比較鹹 它這邊的湯都算比較清淡 說老實話 我覺得它的每一道菜都很清淡 可是我會覺得 我非常有層次 它不會每一道都是淡淡淡淡的 沒有 你都是吃得到它的味道 最後一道是米飯料理 我也覺得那個米 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日本米 五顆星等級的 沒錯 我是建議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一定要預訂 預訂方式我覺得很簡單 你可以透過官網預訂 因為我就是在他們的日本官網預訂 可是記得 如果你有預訂就一定要出席 它總共有三種價位 我今天選的是最便宜的價位 你看我已經選最便宜 可是它已經豪華成這樣 最驚喜的就是 意季有過來跟我們打招呼 它主桌都有送小禮物 其實你看它的美女 它其中一項就是會有包廂 費用會比較高 會有意季在裡面 我們有看到它借幕的樣子 還滿可愛的 如果你花台幣大概三千多 體驗一種不一樣的風格的飲食 很有京都的這種風雅的感覺 我喜歡 推薦給大家 真的很值得來啦 真的好吃 這是一條非常大的商店街 欸我覺得這條商店街非常的好逛 下雨也不用怕 人潮沒有新災橋那麼擁擠 要裝搭貨 重點是很多古著 然後還有我喜歡的一些日系品牌 我個人覺得蠻好逛 一路走到底 左轉就可以找到 Human Made Crossover藍品咖啡 據說那一家非常的大 OK 我們現在要來到 Human Made Crossover藍品咖啡 我們之前在東京也有介紹過 那這一家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它是整個全日本 開設的第一家 Human Made Crossover藍品咖啡 如果沒有去東京 有機會來京都 我覺得也可以來這邊朝聖一下 這一家店大非常多欸 人數那一家都是站著的 比較沒有座位區 可是這邊有設立座位區 整個設計是採取非常明亮 簡約時尚科技感 很舒服的環境 Human Made的品項也賣得非常的多 對 這個品牌有興趣的人 喝完咖啡可以進去裡面逛一逛 我覺得它的裝置藝術也蠻可愛的 一樣好喝欸 如果台灣也有這個聯名就好了 晚上我們要來吃一個 我覺得蠻特別的店家 就是 Ki-chi-chi-chi-o-mu-race 紅帽爺爺 亂區之聲 沒有 因為有些日本部落客就把它取名 叫做紅帽爺爺 就是專門做Omlet 它會表演給你看 聽說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來朝聖 欸這一家預約困難 它的座位就是一個月前會開放預訂 而且好像是每個週日才會開放 所以你都要定期的上去看 非常難預訂 但是 如果你沒有預約到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每一天的傍晚 四點過來現場排隊 它就會幫你登記 當天過來預約是OK的 不過 我們今天是兩點多來 是第七位 給大家參考 我們是兩點來排 排了兩個小時之後 它讓我們選 六點 七點 八點 我們選了七點 我們兩點來排 七點才知道 四點一到看到隊伍非常的長 如果有打算來這一家朝聖的話 可以提早一點點排隊 就可以現場吃得到喔 五點 三點 九點 八點 九點 九點 六點 八點 八點 四點 六點 五點 七點 不抵护,不抵护 不抵护,不抵护 好好玩的一家店喔 而且整家店非常歡樂 我覺得蠻特別的就是 他會從翻炒蛋包飯的飯本身 就開始表演 幫你製作你的Omelet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體驗 所有人的氣氛 被他炒得非常好 就是他不但會炒飯 他還會炒熱氣氛 很歡樂的一餐 然後你看喔 因為他在巷弄內 整條巷子都是排隊的人潮 很多外國人都慕名而來 大部分都是外國旅客 每個都好像很期待他表演的樣子 我也很期待啊 我真的期待他超久的 因為我一個月前沒有定位到 我其實有點擔心 特地提早了兩個小時就過來排隊 因為我在IG看到他 我就覺得他太可愛了 真的吃到以後 我覺得植物非常好吃 表演真的也讓我覺得好開心喔 沒有讓我失望 我還蠻喜歡這一家店的 也推薦給大家 他跟我們之前介紹的橫冰蛋包飯 是兩種不同的風味 他偏洋風更多一點 橫冰的蛋包飯 保有日式蛋包飯的風味 然後女生點小份就好 因為我覺得份量蠻多的 費用的話你的是2000多 然後我的是1000多 我覺得還不錯啦 買一種體驗 很愉快的一個晚上 不錯 現在又到飯店開箱的時間 這一次我們選擇住在 合園庭附近 交通非常的便利 飯店也很特別 在寺廟的樓上 香客大樓 它是三井花園集團去經營的 另類的香客大樓 大廳非常的典雅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房間裡面到底有沒有很酷 走咧 讓你進來參觀一下 叮叮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寬闊 這邊就是三井花園 靜教室飯店的房間 坪數非常的大 我訂的時間很早 我一個晚上訂到的是 3000多台幣而已 它的坪數總共有22坪 可是在我開箱之前 先跟大家開箱 我平常旅行都會帶一些什麼 在身上 我最近都會攜帶這一個 我的老鞋真美眼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來到日本 他們的氣候非常乾燥 上妝非常的麻煩 尤其是像我這種大乾肌 但是我後來發現呢 只要我定期飲用 老鞋真美眼影之後 我的保養變得真的比較容易 除了日常 該做的保養程序都做之外 如果我在搭配喝 老鞋真美眼影的話 即便是我來到了日本 我的皮膚就不會像以前一樣 來日本還要適應個幾天 才比較好上妝 這對我來說是蠻意外的驚喜 老鞋真推出的這款美眼影 除了精選很多 超級天然植物成分之外 我覺得它很特別的 就是它使用了 日本專利的膠原蛋白生態 每一包含量 它就有高達5000毫克的膠原蛋白 它的分子都比較小 分子越小 越容易被我們人體給吸收 這就是讓我覺得特別有感的地方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它的重點 雖然它是美眼影 它是膠原蛋白液 可是我覺得它完全不會有 我很怕的膠原蛋白的腥味 蠻好喝的 它更好喝的就是這一個 蔓越莓Plus版 女生如果在經期來前 改喝這個的話 我覺得對私密防護力來說 更完整更加強 個人是還蠻喜歡這一個 蔓越莓Plus版 而且它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的 完全沒有中藥或者是膠原蛋白味 我個人都會在睡前 或者是早上空腹喝 它的包裝都是這樣一包一包的 出國幾天你就帶上幾包 我覺得非常的不佔空間 好攜帶 一天就是用一包 女生私密防護力一定要加強 各位女孩一定懂 這就是我今天介紹給大家 我出國一定會攜帶的 接下來我就要介紹一下這一個房間 最喜歡的是那一扇窗 因為我覺得它的拉門就是很日式 然後你打開 早上看的時候 它外面的view非常好 而且我住八樓 所以看得非常遠 然後它的床也算是蠻大的 配色都是採取比較沉穩的感覺 然後我來幫大家開箱 它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藏進來 這個是冰箱 它給的水很酷耶 感覺很高級 床頭邊這個按鈕也做得非常的有質感 一個USB兩個插座 接下來看這邊 經理下有你看兩個放著 打開兩個應該也不是問題 這邊是什麼 貝品區 毛巾吹風機 Panasonic給過 還有髒衣袋 還不錯啦 然後這邊是看到它的洗手台 它的洗手台是在外面 這邊應該會是浴室 淋浴 花灑 蓮蓬頭都有 貝品就是採取它們飯店自己的品牌吧 喔 果然 因為這種飯店的風格比較沉穩 竹子的香氣 就是很符合這家飯店的氣質 從進大廳的時候 你就可以聞到一個 類似燒檀香的味道 一定來就會很沉淨 有打坐的效果 這是廁所好不好 這是廁所 廁所跟浴室是分開的 真乾濕分離 那這邊呢 就是屬於衣櫃的部分開放式的 然後下面有保險箱 個人覺得這個大小和這種價錢 對我來說已經滿划算的 可是我真的建議大家 如果要訂飯店 一旦確定你的行程 你能越早訂 它的價格就會越便宜 我當初訂的時候 真的三千多 可是我越靠近旅行的日子看 哇 它已經會漲到 快四千塊一個晚上 如果大家有喜歡這間飯店的話 一旦確定你行程 趕快預訂 尤其是要來京都看工業的人 在和原廳交通超級方便 滿推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京都第一章 幫大家整理了幾條 非常熱門的路線 清水四周邊啦 和原廳 我覺得都是大家 京都一日或兩日游的首選 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 紅帽爺爺單包飯 讓我的那一個晚上過得非常的快樂 加上它的食物非常好吃 把我身邊的外國人揍得哈哈笑 氣氛是無敵好 直到現在我還在懷念它那個味道 跟它的花糟 我覺得它非常可愛 然後還有讓我非常想念的就是 Human made cross over 藍瓶咖啡 因為它是全日本為二的店家嘛 加上京都又是首創 很多世界連鎖的咖啡 創始店都在京都 來京都喝咖啡 應該是必要的 清水四周邊的那幾家必買的店 也希望大家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有異季的那一餐 也是讓我在京都度過了非常美好的夜晚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可以跟異季互動 我個人是蠻喜歡京都的 很多細節然後很多moment都會讓我覺得很精緻 我非常期待第二章也能為大家推出 比較不一樣的玩法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